生命纪第24章 人娶了妻子,得着他以后,如果发现他有丑事,以致不喜悦他,他就可以给他写修书,交在他手里,叫他离开夫家。 他离开夫家以后,就可以去再嫁别人。 如果后夫又恨他,也给他写修书,交在他手里,叫他离开他的家,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。 那么,叫他离开的前夫,不可在他受了侮辱以后,再娶他为妻。 因为这在耶和华面前,是可厌可恶的事。 你不可是耶和华你的神,赐给你做产业的土地蒙受罪污。 如果人娶了新妇,不可从军出征,也不可派他担任什么公务,他可以在家赴贤一年,使他所娶的妻子快乐。 不可拿人的磨,或是上磨时做抵押,因为这等于拿人的生命做抵押。 如果发现有人拐带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兄弟,把他当作奴隶看待,或是把他卖了,那拐带人的就要处死,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中间除掉。 在大麻风的灾病上,你要谨慎自己。 照立位支派的祭司,指教你们的一切,认真地谨守遵行。 我怎样吩咐了他们,你们就要怎样谨守遵行。 你当记得,你们出了埃及,在路上的时候,耶和华你的神,向米利安所行的事。 如果你借东西给你的灵舍,不论所借的是什么,总不可走进他的家里去拿抵押。 你要站在外面,等那向你借贷的人,把抵押拿出来给你。 他若是个穷人,你不可留他的抵押过夜。 到了日落的时候,你要把抵押品还给他,好使他可以用自己的衣服盖着睡觉。 他就给你祝福,这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,就算是你的义了。 困苦贫穷的故宫,无论是你的兄弟,或是寄居在你的地上,你的城里的,你都不可欺压他。 你要当日给他工钱,不可等到日落。 因为他贫穷,把心放在工钱上,免得他对你不满而呼求耶和华,你就有罪了。 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,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。 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。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驱网正直,也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做抵押。 你要记住,你在埃及做过奴仆,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从那里救赎出来。 所以,我吩咐你要遵行这话。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,如果遗留一捆在田里,就不可再回去拾取,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。 好使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。 你打橄榄树以后,支上剩下的不可再打,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。 你收取葡萄园的葡萄以后,剩下的不可再摘,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。 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做过奴仆,所以我吩咐你遵行这话。